他婚后做了15年的贤内助 没想到会被丈夫抛弃 热战 冷战 可是这一切都没有挽回李伟的心 离婚后他带着女儿独自生活 前夫却很快另取心欢 张娟对此充满了记恨 嫉妒和恨意充斥了他的内心 不甘心的他将会做出怎样极端的事情 糊涂的测试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2019年7月的一天下午 某小区楼道内 李伟焦躁地按着门铃 并时不时地用拳头锤打房门 门开了 他一脚跨进门 冲着屋内的前妻张娟 就是一顿披头盖脸的大嚷 还没找到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发生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随着张娟却冷冷地说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跟这事有关系吗 李伟一脸困惑 怎么没关系 我是灵灵的爸爸呀 张娟一听到这话 原本冷冰冰的她竟委屈地哭了 你还知道你是灵灵的爸爸 你眼里还有我和灵灵吗 李伟和张娟曾经是一对夫妻 灵灵是他们的婚身女儿 今年十二岁 之所以说 他们曾经是夫妻 是因为早在2016年的时候 李伟和张娟就协议离婚了 灵灵由张娟抚养 昨天是周五 下午放学后 灵灵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家 张娟找到学校 老师说 灵灵一放学就离校了 前当天在校表现一切正常 没有发现有异常的情况 张娟四处找不到灵灵 只能报警 公安局对此高度重视 组成了联合调查组 并调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 全力寻找灵灵 张娟的父母及亲戚 也四处张贴寻人启事 并在朋友圈中 广泛传播寻人的信息 而这一切 张娟都没有告知李伟 直到李伟的朋友 将寻人信息转发给她时 李伟才得知灵灵失踪了 她打电话给张娟 张娟不接 发信息也不回 心急如焚的李伟 只能亲自登门 找张娟确认消息 于是就发生了 我们在开头所说的那一幕 确认灵灵失踪的消息属实后 李伟迅速联系了当地多家媒体 刊登了寻女启事 她在启事中承诺 如果有人能提供线索找到孩子 她愿意重金酬谢一百万元 同时 寻女心切的李伟 还连发了几十条朋友圈 对该寻人启事进行了广泛的传播 很多人在看到寻人启事后 都在他们的朋友圈内进行了转发 众多的公益组织也自发地参与其中 一时间 一个花季少女的下落 牵动了全城人的心 可是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玲玲还是没有被找到 就在玲玲失踪后的第六天上午 当全城人都在为玲玲的下落揪心时 警方却突然发布了一个通报 通报称 玲玲已被平安找回 目前身体和精神状况基本平稳 玲玲被找到了 大家悬着的心也放下来了 但让所有关心此事的人震惊的是 警方在通报里还具体说明了 玲玲失踪的原因 竟是她的母亲张娟将她藏匿了起来 张娟为什么要一边藏匿女儿 一边谎称女儿失踪 她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在公安局 张娟痛哭流涕 她说 她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测试 她要测试前夫李伟是否还在乎她和玲玲 十五年前张娟嫁给李伟时 李伟还是个穷小子 一无所有 虽然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但张娟就是认准了李伟 李伟也没有让张娟失望 婚后 她不仅对张娟百般疼爱 而且经过努力 她在事业上也节节攀升 两人的经济条件逐渐好转 婚后的第三年 女儿玲玲出身 张娟索性辞去工作 专心在家带孩子 那时候的张娟 觉得生活像蜜一样甜 唯一让张娟偶尔感到失落的 是李伟在工作上越来越忙 能够陪伴她和玲玲的时间 越来越少 而且经常是以出差为由 一走就是一个多星期 夫妻俩有时一个月 只能相处一两天 张娟就是想吵架 都找不到对象 她有时候也自嘲 自己这样的生活 算不算丧偶式婚姻 日子就在一家三口 至少离多的状态中 又过了几年 转眼间 到了李伟四十周岁的生日 每年的生日 李伟再忙 也会回家和妻女团聚 今年也一样 从早上开始 张娟就开始张罗 又是收拾布置房间 又是购买各种食材 临晚的时候 一桌丰盛的饭菜 就端上了餐桌 都是李伟爱吃的 她还精心地化了妆 要以最美的状态 迎接李伟回家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着李伟下班了 可就在这时 李伟却打来电话 说晚上临时有个应酬 要陪一个重要的客户吃饭 今年的生日 就不能在家过了 张娟失望至极 她正要对着手机发火 却发现 李伟已经挂断了电话 看着一桌子的饭菜 张娟心里空落落的 可就在她拿着手机 发愣的时候 电话又响了 还是丈夫李伟 张娟一阵欣喜 难道是李伟改变主意了 张娟赶紧接起电话 但电话里传来的声音 却让她吃了一惊 她接起电话 却没有听到对方说话 而是听到了一阵 带着杂音的对话声 张娟本能地意识到 应该是李伟不小心 触到了手机通话键 电话误拨过来的 但李伟却对此不知情 张娟没有挂断电话 她屏住声息 悄悄地聆听着 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 是一男一女的说笑声 即便不在现场 仅是从声音里 张娟就已经听出了 两人关系的亲密 他们正在商量着 去哪里过生日 虽然声音并不十分清晰 但张娟分明还是听出来了 电话里的那个男人 就是骗她今晚 要赔客户应酬的 自己的丈夫李伟 张娟崩溃了 她发了疯似的 联系了很多亲戚朋友 让他们去同一个酒店 然后她自己开上车 也去了那家酒店 到了现场后 她带着不明就里的 二十多个亲戚朋友 在酒店的餐厅里 挨个寻找 终于在一个包间里 找到了李伟 李伟正在和一个 陌生的女人吃饭 现场的所有人 都感到很尴尬 李伟更是颜面扫地 接下来的故事 几乎千篇一律 张娟撕扯殴打那个女人 大家手忙脚乱地拉架 辱骂声 尖叫声 哭喊声 以及人摔在地上的声音 背盘打碎的声音 等等 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 在一片混乱中 当天的故事结束 张娟大闹酒店后 丈夫李伟就从这个家 搬了出去 难道不应该是李伟 跪在地上 苦苦地请求自己的原谅吗 经过冷战 以及以死相逼之后 不甘心的张娟 还是在离婚协议书上 签了字 她听说 李伟没过半年 就迎娶了新娘 一年后 新婚妻子 生了一个男孩 看见离婚后的李伟 过得如此幸福 张娟心中生起了 嫉妒和恨意 她要报复李伟 糊涂的测试 正在播出 张娟悲痛欲绝 她没想到 自己的婚姻 会走到这一步 曾经那么宠爱 自己的李伟 竟然会出轨 可是 事情闹到这一步 该怎么收场呢 就在张娟不知所措时 她却接到了 李伟托人转交给她的 离婚协议书 李伟竟然主动地 向自己提出了离婚 这让张娟始料不及 难道不应该是 李伟跪在地上 苦苦地 请求自己的原谅吗 可是 她竟然向自己 提出了离婚 张娟又吵又闹 她不同意离婚 热战 冷战 甚至以死相逼 可是这一切 都没有挽回 李伟的心 酒店事件发生后 李伟干脆 就从家里搬了出去 除了周末 看望女儿玲玲 她几乎不再回家 这种有名无实的婚姻 持续了两年多 绝望的张娟 最终同意在 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玲玲由张娟抚养 李伟每月支付 一万元的抚养费 征得张娟的同意后 李伟每周可以有一天 探视玲玲 婚姻结束了 对张娟来说 之前李伟虽然很少回家 但日子总有个盼头 可现在的日子 却是灰色的 而更让张娟抓狂的是 每每听到的 李伟离婚后的近况 却总是让她很受打击 她听说 李伟没过半年 就迎娶了新娘 一年后 新婚妻子 生了一个男孩 她听说 李伟特别开心 为了奖励 她现在的妻子 专门给她购买了一辆 价值不菲的豪车 离婚后 前夫李伟过得如此幸福 这让张娟充满了嫉恨 从此 她不允许李伟探视玲玲 而李伟也因此赌气 不再按月支付玲玲的抚养费 截止到案发时 李伟已经一年 没有和前妻张娟有任何联系 这让张娟心中的恨 越发强烈了 张娟痛恨李伟 对自己无情 更痛恨李伟 竟然对自己的亲生女儿 玲玲无碍 为了报复和测试李伟 张娟决定先将玲玲藏匿 然后再谎称玲玲失踪并报警 她就是要借此 看看李伟的反应 经过精心的策划 一周前 张娟先骗玲玲说 自己周末要去外地办事 正好趁此机会 把家里简单的装修一下 因此玲玲也要搬到别处 去借住两天 为了不让玲玲被发现 她特意把玲玲送到了 城郊某小区的一幢居民楼里 并给她请了一个保姆 负责24小时照顾玲玲 张娟本来是计划 周日晚上就去接玲玲的 可是没想到 李伟在周六下午 和她确认玲玲失踪的消息后 着急的她当天又是联系媒体 又是频繁地在朋友圈发寻人启示 并且还发动亲戚朋友一起转发 一时间玲玲失踪的消息 在网上迅速传播 而就在这两天内 警察也是反复多次地 向她询问玲玲失踪前后的情况 张娟骑虎难下 她本来只是想测试一下 李伟的反应 虽然测试的结果让她十分欣慰 可没想到事态的发展 却完全脱离了她的控制 此时的张娟真是焦头烂额 既要忙着应付外界的各种询问 关心又要忙着安抚玲玲 同时她也一直在苦苦地思索 有什么办法可以既能让玲玲 顺理成章地重新出现 又能让自己从这个事件中顺理脱身 可是还没等她想到办法 警察就找到了玲玲 那么真如张娟所言 李伟有了新家后就不爱玲玲 以至于连玲玲的抚养费都不给了吗 事实上玲玲被安全找回 最高兴的人莫过于李伟了 她激动地赶到公安局 满以为玲玲见到她 会一下子扑进她的怀抱 可没想到玲玲却对她冷若冰霜 不理不睬 玲玲 你为什么不认爸爸了呢 面对警察的不解 李伟说她承认 在她和张娟的婚姻中 她有过错 对不起张娟 也愧对玲玲 尤其是对玲玲 她一直都有亏欠的感觉 在女儿小的时候 陪伴她太少 她慢慢长大 却没能给她一个完整的家 正因为此 李伟说她特别珍惜 每周一次探视玲玲的机会 不管有多忙 她都会专门空出一天来 心无旁骛地 专心致志地陪伴玲玲 她要尽量弥补 因为自己的过错 而给女儿造成的伤害 可是一年半前 张娟开始无缘无故地 不再让李伟探视玲玲 她打电话给张娟 张娟不接 亲自去张娟住的地方 不是吃闭门羹 就是被拒之门外 李伟说 她一气之下 就停了玲玲的抚养费 她要逼着张娟 跟她讲清楚 为什么不让自己探视玲玲 只要让她探视 她立马就恢复支付 玲玲的抚养费 一年多了 李伟终于再次见到了女儿玲玲 但玲玲的态度却让李伟心寒 女儿之前不是这样的 这才一年多的时间 在玲玲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连爸爸都不认了呢 被找回的玲玲 内向寡言少语 父母离婚 对正值青春期的玲玲 打击很大 她不愿意跟人提及爸爸 玲玲说 妈妈自从离婚后 心情一直都不好 她经常看到 妈妈一个人偷偷地哭 妈妈跟她说 爸爸有了新家 又生了一个弟弟 就不要她这个女儿了 现在连她的抚养费都不给 彻底不管他们娘娘了 妈妈骂爸爸忘恩负义 不配做她的父亲 玲玲小小的心里 对爸爸充满了恨 她恨爸爸 抛弃了她和妈妈 让妈妈伤心难过 也让自己在同学面前自卑 她都不敢和同学们 谈论自己的父母 有好几次 玲玲在校门口看到爸爸 妈妈拉上她就走 她虽然听到爸爸 一遍遍地在喊她的名字 但她却没有搭理爸爸 爸爸让她失望 她不想原谅爸爸 一周前 妈妈跟她说 要把她送到外地住两天 她虽然不情愿 但也无可奈何 可到了说好的日子 妈妈却没有来接她 玲玲每天闷在 那个狭小的家里 她不敢出门 也没有熟悉的人说话 甚至连手机都没有 玲玲只能通过保姆的手机 和妈妈联系 但妈妈不允许 自己随便打电话给她 玲玲只能等着妈妈和保姆联系 才能和妈妈说上话 每次妈妈打电话过来 玲玲都会和妈妈哭闹 要求妈妈赶紧来接她 她甚至威胁妈妈 再不来接她 她就要离家出走了 每次挂了妈妈的电话 玲玲都要伤心地哭很久 爸爸已经不要她了 连妈妈也不要她了吗 这一切都被负责照顾 玲玲的保姆看在眼里 张娟和玲玲的奇怪表现 也引起了保姆的注意 直到有一天 保姆在她的朋友圈里 看到了公安局发布的紧急寻人通报 经过比对照片 她发现玲玲很可能 就是那个失踪的女孩 她不动声色地 拨打了报警电话 就这样 玲玲被警察安全地带回了公安局 张娟谎称女儿失踪 引发全城大搜索 作为始作俑者的她 该不该为此负责 不仅欺骗了社会 更对孩子今后的成长 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必须语言成 另外一个观点认为 张娟虽有错 但背后的原因值得同情 下下前夫 看她是否还在乎自己和孩子 张娟报假警的行为 到底应不应该受到处罚 糊涂的测试正在播出 林玲被找到了 这让几天来 为林玲的失踪提心吊胆 并积极参与寻找林玲的社会各界人士 都松了一口气 但是张娟藏意宁令 并虚假报警的行为 却在社会上 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家纷纷谴责张娟 认为她的行为太过分 不仅欺骗了社会 更对孩子今后的成长 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必须语言成 但也有人认为 张娟虽然做了一件蠢事 可从另一个角度说 她长期以来 将全部的心血都付给了家庭 但却遭到前夫的背叛 面对前夫全新的生活 她有这样的想法 吓吓前夫 看她是否还在乎自己和孩子 也情有可原 只是后来事态的发展 完全超出了她的控制范围 作为一个女人 张娟也不容易 张娟的行为 应受到道德谴责 这没有争议 但是张娟的行为 是否应当受到法律处罚呢 更进一步说 张娟藏匿自己孩子的行为 是否涉嫌了犯罪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法律关键词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 而公诉机关正是以这一罪名 对张娟提起了公诉 刑法第291条之一 第二款规定 编造虚假的险情 疫情 灾情 警情 在信息网络 或者是其他媒体上传播 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 故意在信息网络 或者是其他媒体上传播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该规定 行为人构成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 不仅要有编造虚假的险情 疫情 灾情 警情 在信息网络 或者是其他媒体上 传播的行为 而且 该行为还要造成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危害后果 那么本案中 张娟谎报警情 并放任该虚假警情 在信息网络及媒体上传播 符合了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 行为要件 那么 张娟的这一行为 是否造成了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危害后果呢 对此 庭审中 公诉机关出示了大量的证据 证明张娟虚假报警后 发动亲友 打印了几百份寻人启事 并进行了大范围的张贴发放 同时还在朋友圈 等各种社交平台上 进行了大量的转发 而当地公安机关 为了寻找林林 启动了重大警情处理机制 前后出警六百余人次 走访相关路段 排查周边网吧 酒店出租屋等场所 同时还出动了搜救犬 搜救庭等 进行拉网排查 当地政府多家社会公益组织 民间救援机构 及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 纷纷参与寻找 全国多家媒体 及网络平台 都进行了跟踪报道 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张娟的行为 浪费了公共资源 消费了公众爱心 也破坏了公序良俗 在社会上 造成了恶劣影响 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最终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 认为张娟 为测试前夫 编造女儿失踪的虚假警情 并予以实施 在此过程中 为伪造假象 积极向社会各界 寻求帮助 明知事态扩大 仍予以放任 其行为已构成 编造 故意传播 虚假信息罪 故当庭判处张娟 有期徒刑 一年三个月 一场闹剧 结束了 无论是张娟 还是李伟 都应该从这场闹剧中 反省 孩子是纯洁的 也是无辜的 为人父母 应该为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不能因为大人的任性 而将自己的爱恨情仇 强加给孩子 更不能以孩子作为筹码 去宣泄自己的爱恨情仇 本案中的灵灵已被安全找回 可是因为本案而被严重透支的社会公众的善良和爱心 以及遭遭到破坏的个体之间互信互助的社会共识 需要多久才能被完全找回呢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一张银行流水单 让他查出丈夫竟给一个女人买了房 他暗自调查 竟在丈夫的手机里发现了一个秘密 小叔是否知情 他的丈夫为何要给小叔的前女友买房子 孩子又到底是谁的 真假爸爸 法律讲堂下期播出